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宜然是巡回社区注射疫苗 传异工方开幕 一生进驻传承工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 岳明国小五年中班的学生 在今年三月份浸滩的时候 捡到一台从日本石原岛漂流来台湾的相机 经过上网搜寻 找到施主是在东京就读大学的女学生 庄源氏李奈 而她今天也亲自来台湾 感谢岳明国小师生 也领回两年多的相机 为这段神奇的缘分写下美好结局 因为一台飘洋过海的相机 牵起了伊兰岳明国小师生 跟日本女大生的神奇缘分 今天终于有了美好结局 日本女大生春元氏李奈 昨天在母亲的陪同下搭机抵台 今天早上亲自来到苏岳明国小 从捡到相机的学生何赵恩手中 领回自己已经遗失两年多的相机 并也向师生们感谢场面是温馨又热闹 我感觉很开心啊 又可以把相机还给她 就是一种帮助人的感觉 我简单的相机不求回报 因为是她的重要的回忆 就是这几台相机是她爸爸妈妈给她的 我觉得对她蛮重要的 我觉得一开始以为之后小小的事情 结果不要那么拖人来关系这件事情 我们下午要找人家去进餐 然后下午要带她去我们学校的特色 那个趴浪 带她去趴浪 为了欢迎远从日本而来的大姐姐 岳明国想的学生也安排了布袋戏表演 讲述神奇相机的故事 展现在地热情 让女大生春圆逝离奈 施生受感动 忍不住流下眼泪 这台从日本石原岛飘洋过海来到台湾的神奇相机 这样的缘分经过媒体报导 成为国际瞩目的温馨故事 所以今天的香剑欢活动 也吸引大批的日本媒体 向富士电视台以及NHK等跨海来采访 而伊兰县长陈经德也特别赶来见证 送上苦练书所做成的纪念品 代表台湾跟日本友好的见证 一类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5月1号劳动节就快要到了 县府庆祝这个专属劳工的日子 今天特别在中天温泉度假酒店 举办模范劳工表扬大会 总共有100位的模范劳工之受表扬 新政府今天在郊西中天温泉度假酒店 表扬模范劳工 新著名的朋友们特别上台 带来夜上海舞蹈表演 充满浓浓的怀旧风情 县政府庆祝五一劳动节举办模范劳工表扬大会 共有100位的模范劳工来获得表扬 由副县长黄世超亲自表扬 分别为企业及产业劳工组33名 职业劳工组52名 以及外籍劳工组15名 其中本国的劳工身心障碍者有3人 原住民身份有4人 扬到一期贯历协计 w 仁定仁定工程 日本贯历协计 ducking 一年去補助10千塊 一級的補助3千塊 這是政府對消防駱鋼工導致這條很準的政策 今天就來表揚台會 而且在五月切施 我們要開放 在我們本館的五個朋友 跟我們理事博談會全國購取資料 全國購取資料 也一起咬車去購取 在五月切施開始到五月31日 我們就說劉鋼工的健康補助 我想這些這些都標示到我們政府 政府對我們劉鋼工朋友出處的打招 也因為大家為我們這個國家小的打招 政府的照顧會慢慢哭得好 憲政府期望能夠透過表揚彰顯勞工價值 以及各業模範勞工的事蹟 並對全縣的勞工界來表達祝賀之意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107年的房屋稅將要在五月份開徵 地方稅務局除了提供現金 信用卡 存款帳戶等多元繳稅管道之外 如其在五月31日前繳稅的民眾 還可以參加抽獎活動 另外使用行動支付繳稅的話 同樣可以參加抽獎 有機會可以獲得iPad大獎 地方稅務局表示 民眾說到房屋稅單除了要檢視繳納金額之外 也要檢查一下稅率是不是符合現況 要怎麼去看看 我們現在用的房屋的稅率 有符合嗎 譬如說你如果是自用的房屋 你只要用1.2%最好的稅率來求稅 如果如果不是自用 這樣就是要由1.5%開始來求稅 要檢查一下是不是有款項率有損失嗎 如果如果你是自用的自用 你怎麼會用1.2% 拜託鄉親 比較多電話 來跟鄉事務局這邊順便 不要讓你的款項率損失掉 另外為了感謝如其繳稅的鄉親 稅務局也會舉辦抽獎活動 而使用行動支付繳稅的民眾 更是可以參加雙重抽獎 有機會可以得到iPad的大獎 如果你如果用行動支付 這次房屋生 我們有三次抽獎機會 三次抽獎機會就是 五月十一號 你如果先用行動支付繳稅 那我們會先抽出 十個一百塊的禮金 在五月二人 還會抽第四半 也是十個命名 一百塊的禮金 只要六月二十 我們交完之後 六月二十號 我們會抽一個名額的大獎 這個獎像是iPad iPad一台 另外呢 會抽出兩位的幸運得獎者 可以有一千元的禮券 局長劉富美也提醒民眾 要按時繳稅 以免受罰 若是還有相關疑慮 可以直接洽詢地方稅務局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 家中有養寵物的民眾可要注意了 為了宣導愛護動物 市公所從今天起到五月七號 將巡迴各社區或廟宇 舉辦寵物登記還有狂犬病 預防注射服務 有需要的鄉親可以多加利用 這支道市公所有狂犬病疫苗注射服務 許多民眾在早上就帶著家中的狗狗前來注射疫苗 希望能夠確保寵物的健康 有效預防狂犬病 市長江中淵表示 飼養寵物是培養責任的開始 愛牠就不要拋棄牠 並且要緊記不接觸野生動物 要定期注射疫苗的二不一樣原則 就可以降低狂犬病感染風險 我們也呼籲我們的好朋友 自己的寵物 我們要定期來做一個疫苗的施打 在今天的植入上面 我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落實 讓我們共同來跟我們的寵物 來享用這個美好的一個環境 我看到大家能夠把寵物 都當成家中的一份子 那一種呵護的心情 我們就知道說 大家都是非常有愛心 既然有愛心 我們就是要讓我們的寵物 它受到尊重 也受到最好的一個保護 也能夠讓我們最好的資源 跟大家共同來一個分享 所以要請大家 共同來配合 和鳳龍來合作 現在 小孩很少 所以大家都會養小狗 小貓 在這邊也是要祝福大家 既然你養牠就要不要牠 對家裡的毛小 比較好 有 一龍少爐 就用這個網絡 就用這個機會 把家裡的小狗 小貓 都能夠照顧 可以做一個疫苗的授飾 從今天起到5月7日 施工所將巡迴各社區 或者是廟宇辦理 寵物登記和狂犬病疫苗注射服務 歡迎有需求的市民 帶著家中的狗狗前來辦理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另外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延續去年接班人傳統工藝示範推廣計劃 特別打造傳譯工方 邀請了5種工藝類別11名藝生進駐 也在今天宣告開幕 並是開放參觀到12月16號 透過藝生的現場創作示範解說 傳承台灣傳統工藝的生命力 為了打造台灣傳統工藝生態 育成發展基地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從去年開始辦理了接班人 傳統藝術工藝示範及推廣計劃 今年更特別打造了傳譯工方 邀請5個工藝類別 總共11位藝生進駐 並也在今天宣布開幕 由國保醫師親自為藝生 系上專屬的住院工作服 獻上祝福跟期許 傳譯中心表示 這次邀請藝生進出園區 不僅提供機會 來進進他們的記憶 也期待透過與外界的互動 讓社會大眾可以認識 台灣傳統無形文化資產的價值 傳譯工方 這樣的一個60坪的一個基地 讓這些藝生們 能夠繼續的在這個場域裡面 延續他們老師交給他們的 這個國保密這個記憶 透過在現場的再重新再來創作 或者是再來把老師交的記憶 再來演練的機會 那因為這個機會裡面 這就是我們傳譯工方 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這些人間工方他們交出來的一生 經過數年畢業了之後 有一個出路 也就是說他可以專心的 在這個地方來製作 不用再為生活奔波忙碌 也就是我們說文化就業 傳譯工方有木雕、錫工藝、裝佛 氣工藝跟竹編等五類的一生進駐 從現在開始到12月16號開放參觀 每天安排不同一生住人 透過現場創作、示範、解說跟教育推廣 來傳承台灣傳統工藝的生命力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報導 投誠數位中心在金面斜天廟 舉辦超級料理式的數位課程 教導婆婆媽媽們如何使用平板電腦 來拍攝照片、錄製影片 並也學習如何剪輯影片上傳到網路 透過課程記錄 推廣介紹藍陽古早味菜色 投誠數位機會中心 簡稱投誠DOC 4月24號27號及30號的上午 在金面斜天廟 舉辦超級料理師數位課程 婆婆媽媽們一早就下廚準備古早味的料理 而政長曹淺順也親自參與烹煮料理課程 同時還一起拿起平板電腦 在老師的教導之下 學習如何拍攝照片、錄製影片 並且學習如何剪輯影片及上傳到網路 在所有的婆婆媽媽交會 只能用平板電腦 然後再去蒐集我們宜蘭縣的這些古早味的菜肴 然後來做一個選項 第二的課程就是說 選項好之後 那天就來教我們怎麼來寄 你寄的這個過程 我們用平板來做一個攝影 來做一個紀錄 那第三個課程 再將這個紀錄 來做一個這種 剪接 然後再播上網 這是我們最主要這一次的這一種 這個課程的內容 平板電腦可以錄影 平板電腦那時候也有來幫我們剪 讓我們更多頭腦 更多頭腦 更多頭腦 不然越來越來越多頭腦 就要拿 現在你們來剪 很感恩你們 讀書館你們的工作 政長希望藉由這項課程 可以讓平常對電腦叫陌生的家庭 主婦們 學習使用數位產品 以及網路資訊的能力 並且用影片 記錄整個課程的點點滴滴 推廣介紹南洋古早味的菜色 這是一個 讓我們婆婆媽媽們 能夠接觸平板電腦以外 能夠活到老 血到老 也希望我們所有的證明 能夠多多來參與 這是一個免費的過程 是一個相當好 希望大家共同 共襄盛集 投城數位機會中心 在投城已經開辦了第二年 每個月都會在投城圖書館 或是各裡來舉辦系列課程 有基礎的電腦 平板課程 或是進階的商業課程 以及創意課程 全部都是免費 有興趣的鄉親 可以到投城圖書館來洽巡 宜蘭新聞G94名採訪報導 在校園消息方面來看到 107年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惠登中學表現亮眼 總共有46位的同學 錄取國立大學 其中富幼東同學 在高一寒假 跟隨惠登師生 前往太北擔任志工 體會到偏鄉醫療資源的不足 所以立志要當一位無國界的醫師 如今也順利錄取了 楊大醫學系 踏入圓夢的第一步 107年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惠登中學表現亮眼 共有46位同學 錄取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正大等 國內頂尖的國立大學 其中富幼東同學 高一寒駕到泰國擔任志工 親眼目睹開發中國家偏鄉醫療資源匱乏 便立志當一位無國界醫師 這次也順利進入陽明大學醫學系 讓他一元無國界醫師夢 主要是因為在高一的時候有到太北的清邁 然後做志工 那時候就有看到很多醫療資源的匱乏在那邊 那時候我就想說 就是如果我以後有能力的話 然後我也願意當一名醫生的話 我覺得我是有能力 就是我也希望可以到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或是讓我有需要我幫助的地方 就是當一名國界醫生 然後就是到世界各地位 有需要的人服務 現在是醫學系都還需要第二階段 包括備審資料跟面談 那富佑東同學他因為這六年的求學過程非常的認真 而且多元的參與 很多的社團還有志工服務他都有參與 所以在陽明醫學系的面試跟備審資料都非常的豐富 就能夠勝出 那也是全宜蘭唯一上陽明醫學系非常恭喜 惠登中學校長吳松熙表示 今年繁星推薦入學 惠登中學共有90人入取 創歷史新高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新採訪報導 還有長期深耕閱讀風氣的東光國中 五年來在閱讀老師林怡賢 李嘉文和陶童雲的接續主導下 從遷移位置空間改造到吉祥物的創造 提供師生優質的閱讀環境 而這樣的書香校園 今年更是融獲了教育部閱讀磐石獎的最高榮譽 也得到了20萬元獎金 閱讀讓生命變得更豐富 東光國中為了深耕閱讀 102年前面推動閱讀 五年來有老師林怡賢、李嘉文 跟陶童雲主導 不僅遷移了圖書館的位置 也做空間改造 並也創造了圖書館的吉祥物 提供師生們優質的閱讀環境 而這樣的努力被教育部看見 今年榮獲了閱讀磐石獎的肯定 得到20萬元的獎金 一進校門口就可以看到 來顯示出我們對於圖書館這個資源的重視 所以我們後來就搬到 進學校圖書館這個地方 那它的好處就是 學員一進到學校 或者是在放學離開的時候 都可以留在這個地方 讓他們可以多做足、多做學習 然後也可以做功課 多書 但是卻沒有記錄 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就推了閱讀認證 那要推閱讀認證 那我們就先辦一個活動 那我們辦一個有關於熊媽吉的吉祥物的活動 那順便推行我們東光國中閱讀認證 好 我想東光國中獲得教育部閱讀盤子獎 是一個最高的榮譽 那也是對東光國中長期推動閱讀的肯定 那最主要是我們三位閱讀老師 長期的努力跟根應 他們在閱讀上的成果 我相信是給孩子最好的生命領 20萬的獎金 對於學校來講在閱讀設備 以及相關圖書充實也帶來很大的幫助 那相信更是有指標性的意義 因為這麼多年來 在國中推動閱讀這個區塊 都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領域 那在東光國中是依然現在 國中推動閱讀裡面 最有成果的一條學校 我覺得是很值得我們自己珍惜的 從每天早上15分鐘的成讀開始 再透過課程推展跟閱讀活動 東光國中努力培養學生們讀書的興趣 從每天下課圖書館就玩 如菜市場一樣熱鬧的景象 就可以知道他們喜歡進出圖書館 清進書本 讓閱讀自然而然成為生活當中的一部分 我覺得閱讀讓我最大的成長就是 有些地方我們不一定去得了 但是在書上就可以看到 然後有些事情我們不一定經歷過 但是別人有經歷過 經過別人的經歷也會讓自己感動 也會感覺好像自己走過那樣子 跟他一樣的路 設計成這樣真的會讓人家 比較有想要來的意願 像是我去羅東正立的那個圖書館 我都覺得就是好像比較冷冰冰一點嗎 就是大家都看他的 然後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可是在學校的圖書館就會讓你覺得比較 嗯...比較讓你親近吧 然後你也會比較想多來 而且很多娃娃 而且坐這邊真的比較舒服 好幾年的基礎 所以到了我這個時候 我們決定要參加閱讀磐石獎的學校徵選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我非常感恩 因為這個學校除了閱讀老師之外 所有的導師都會協助推動成讀十五分鐘 我們現在每天早上有成讀十五分鐘 每天我都要去看 學生們大部分都非常認真的在閱讀 而且呢在閱讀的 看到他們的表情都非常的愉快 就是投入在閱讀裡面 我在東光二十六年多 我覺得我當了閱讀老師之後 我再去吸收很多新的想法 我覺得我也能夠再透過學習 不斷的學習能夠提起熱情 所以我覺得閱讀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東光國中校園各處都有飄著書箱的閱讀空間 就連今年拿到大學學測滿級分的優秀校友 也提到國中時培養的閱讀習慣 成為他們未來學習的重要基礎 更能看出學校推動閱讀的正向力量 獲獎事實之名歸 一來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報導 在新聞之後接著要教大家來說說客家語 在新聞之後接著要教大家來說說客家語 中文字正在上面 Aufgaben póARE賢華 濉透 motor 我們ahhubung 我們我不愛吸取 這度喜歡 我們來也集穩 我們來看幾乎 我們來管 bat 我們都不要投 greatly 遺憾 我藥こと 我們來學習 在含此 轻流行载跳到真好看 一身摔摔摔沙 一身摔摔沙 一身摔摔摔沙 店处唱会奉发 店处唱会奉发 店处唱会奉花 外奔文音提示组发 要让文音提示组位 用法用法真唱跳舞歌 冠冠冠冠冠冠 真唱跳舞歌 欠缘性情跳到唱会歌 欠缘性情跳过唱会歌 有年今后 新闻人葬了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在新闻时间之后 接着也一起来看到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 明天宜兰地区是英识多云的天气形态 降雨几率为20% 气温预测在22到26度之间 接着看到逾越气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竹汉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在新闻中 在新闻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